这是一个体外话 威哥有什么成瘾或沉迷于什么事情吗 我 沉迷 喝酒了 伤身体吗 伤的 就沉迷得很严重吗 就他身体不好之后 其实我已经少喝了 跟你以前喝酒是凉麻子的似的 而且在4月28号开始 我已经不会在中国香港的范围来喝酒了 你是打算戒酒了 在中国香港范围之内 为什么 因为我在深圳有一间投资一点点的餐馆 一些客人来都是找我喝酒的 我就没办法不喝酒了 伤身体了吗 喝的酒量 伤身体的 不喝酒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个作用的 心情放松了 就身体就好了 郁小姐对威哥这个喝酒 应该刚才也说到是一个着迷的程度是吧 迷恋喝酒 她有提出过 你能戒酒我就 但是 我说你跟我当初认识的时候 你一起喝酒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她是沉迷打麻将的话 我会对她有另外一种想法 艾伟哥 如果你比如说一直喝酒 然后其实查出来生病的人是你 我当然不喝了 你一定能做到吗 她不是一天两天解决 你要知道她是八年十年 甚至她这一辈子这个病是治不好了的 你就没有获得快乐的权利了 你会真的做到说这个病带到你八十岁 八十岁之前你都不碰酒了 不要说我生病 不要说我生病 我现在从四月二十八号开始 我真的没喝过酒 那今天早上那是 就是现在 我说在中国香港 可以规则是这样的吗 我对那个 我对艾伟哥的那个 就是我只能开玩笑 我说艾伟哥胜负心稍微放一放 咱们胜负心都放一放 我觉得艾伟哥都不是胜负心 是一个 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 而且是觉得 我说的话你怎么能不听呢 他永远得是对的 是不是 我说的就一定是 对的 就不对也对呀 因为是我说的嘛 对呀 而且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你怎么现在就能变呢 说怎么就能够说它不对了呢 对吗 艾伟哥 我不能马上回答 我不能马上回答 我现在也知道了 飞哥当你一知道 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他会说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 我要思考一下 让我想一想 会是这样吗 这个回答已经算是 最服软的了 那已经是很好的生日礼物了 对 好了 再次祝丽赛姐生日快乐 祝丽赛姐生日快乐 谢谢 希望你今年能得到一切你想要的 哈哈哈 我想更更半夜 所以我们下午 怎么样 是